甚至Page本身可不可以去改一个设计可以啊 在哪边的一样Data Synming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那个蓝色系的 那当然你可以用及时了这个地方因为还没有资料库 所以我们可以不需要马上去 去换一个这边Data Synming 看应该是在直接在那个Page上作业 这我想这版型部分各位可以在自己去去去调整 在这个 比如说Hey的部分 假如这一样给它改成蓝色系 一样可以去调整 可以把它整个全部都变成蓝色系 Head的部分选取要不要 整个版型 如果content选取的话也是一样可以再给它改一个颜色 这个是有关于界面设计 设计完之后接下来要确定一下 你们那个版型确定之后的话 才会看一下DIV游戏比较容易出错的下面跟上面的数字有没有对到 再来我们要做程式开发部分 那程式里面有哪些我们要特别注意 那因为这个程式 牵涉的面很广 所以我已经帮各位先注解好了 等一下你们就是 先知道怎么做 然后之后的话呢 可以参考人家的把它当范本来做 不然的话 你要叫 这样全部自己写 可能对同学来说应该是 太困难的事情 所以 我们把重点跟各位说明一下 第一个 我们上面我上面都有做做注解 第一步的话呢 我先宣告一个 资料库的物件 那这个物件就是 如果你没有这个物件你就没办法去存取 资料库了 所以这个db 就是一个资料库的物件 资料库物件 那这个物件我把它宣告在最上面 痊愈的地方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没有宣告在痊愈的话 其他的底下的方法就存取不到 第1个 第2个是什么做原件的连结 和事件 那原件上面比如说我们上面不是有名称吗 对不对 那个名称 比如说我们上面不是有个btn insert 这是什么新增对不对 我特别强调 名称一个字都不能打错 如果你打错 而且大小写也不能够打错 打错的话 你按下去 奇怪 怎么没办法新增 因为你的ID名称他找不到 找不到的话呢 他就没有办法帮你去执行某个方法 特别注意 所以界面的名称一定是这样 一个 Dollar size 这个是JQ Mobile的 一个物件 他里面会帮你去找 这个文件里面有没有一个叫btn insert的一个 一个元件的名称 元件名称我们这个地方是一个按钮 那按钮的话呢 会去连结到一个事件 这个事件名称 特别是他很惯用的方法叫by的by的就连结 连结一个 当使用者 肯定的 感谢观看